诶 假如你是一位猛将 而朝廷不是个东西 你打算怎么做 我是辛拉普卡治啊 英军才华于一身啊 秦琼是一个唇派的老山东正脊男力成人 祖长是帮着刘邦狂复天下的秦童之后 到了他父亲这一代 依然为朝廷发光发热 跟着北戚朝廷狐狸光父子建功立业 官二代小秦的童年非常幸福 但突然有一天 他收到了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 好消息是 他爹深人陆氏参军 是当朝高级公务员有一个大铁缸 坏消息是 朝廷让周国给扬了 宇文勇砸缸了属于是 这边是抗周有功就成罪孽神重 这边是世受其恩良辰宁死不去 于是老秦不假思索的倾家荡产 带上小秦一路逃脱周朝的搜捕 回到老家隐居 乡里人只知道 老秦是个退休官员 大有来头 乡里人不知道 老秦是个前朝官员 头可领赏 为此 老秦没少活活家当 收买人心 也算是十里八乡 一乎百应的老炮儿 众所周知 那会儿的随末 平荒马乱 群众的造反事业 还处得打家结社的起步萌芽阶段 父子俩为了安身立命选择大铁 果然 命运的月老已提前将两位传起 暗中牵线 随唐演义里 秦琼出道前 永旧唐公 落魄麦娜 炉香结义 北平任亲 传枪递解 甲柳俱翼 当然 这些故事 除了名字 叫秦叔宝 是真的以外 其他 都他妈是瞎编的 而小秦觉得 学习 学个屁 这孙子 兵法不实用 于是乎那几年 他把自己的成长天赋点 全他妈干物里吃上了 书正于一个 根正苗红的 山东公务员家庭 小秦没少被老秦 灌输金钟报国的思想 网狂来于祭祷 扶大厦之将情 必然是小秦的政治抱负 送他去参军那年 父亲带他去村口 找了个大仙儿 算了一挂 大仙儿说 书宝贵为出将入响 只不过命力有三级 正要问哪三级 老师先说 田姬擦屁股 不可先溜啊 看着小秦远去的背影 老秦写道 冀州历程日暮 王国求个前途 武艺不用愁 步入随招兵处 出路 出路 传奇拉开序幕 又觉得老逮着李清照 一个羊很好 不好 于是说 金戈铁马何时了 我儿尚年少 阿摩暴虐 争四方 黎民不堪 岂望大河中 闻死五剑 江山翼 五周扬随踢 问儿之父 极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613年 反贼孙薛雅 在棋地 号召十万人 向小秦 送来了一个大礼 跟着张薛陀 评判的小秦 完成了第一个英雄成就 仙登 顾名思义 就是第一个冲到城楼上的人 可见 这是个狠人 刚立功的小秦 就听说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上将军莱霍尔 听说了自己的英雄事件 坏消息是 小秦 母亲去世了 那几天小秦 日夜匹马待笑 作为随莫 这个反动政权 所剩不多的戴忠臣 莱霍尔很欣赏小秦 随从都十分不理解 莱霍尔说 你看这人骨骼惊奇 忠孝两全 我很看好他 将来必定能成一番大事业 谁能想到 某一天 你妈死了 这句亲切的问红 能成为一个人 平步青云的奠基石呢 莱霍尔打算培养秦书宝 并没有带着他 跟着随扬帝三针高钩铃 莱霍尔是四月走的 张旭陀是四月来的 反贼是十二月壮大的 如果说 之前接触莱霍尔 是命运的重生 那书宝现在跟着张旭陀 就是思想的重生 这里我提一下 当时忠臣和反贼之间的比例 如同牛肉面封面与食物一样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以至于李渊这好人 都能算忠臣 和莱霍尔一样 作为随莫这个反动政权 屈指可数的带忠臣 张旭陀也非常欣赏秦穷的忠勇 只不过这个带四个人 就敢冲一万人的莽夫 觉得小秦还差点 所以旭陀误人子弟 眉飞色舞的讲着 小秦弄巧成拙 津津有味的听着 旭陀手把手的教小秦 如何如何一服当官 怎样怎样 万夫莫开 小秦竖起耳朵 一板一眼 有模有样的记着 觉得跟着老张才能救国 于是乎 他给自己的战马 忽利博 框框的灌酒喝 这时候 群众的造反事业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在今年的山东 德州地方 卢明月的贼兵 已经发展到了十余万人 张旭陀和秦书宝 他们一万多人 粮草殆尽 虽说被断粮 是一个思想欲火重生的 最佳境界 但张旭陀这个代忠臣 丝毫不拒 他失意大罚 对属下讲 只要七郡许托载 不叫藩贼过泰山 潜力挑挑来早翻 统统都是汪八蛋 又说 文件使捞沟 福贵贤中秋 怎么样 想想办法 干他一炮 秦书宝和罗世信 作为两个受灾盘的狠人 立刻站了出来 他俩各自带领 一千金兵 蹲在罗魏丛里 张旭 你们已经完成新手任务了 去见面瓦钢寨吧